登山意外頻傳 南投守城大山 傳出一名理性的登山客 獨自攀登 與家屬相約 在埔里會合 卻遲遲沒有出現 手機也關機失聯 家屬急著在臉書社團發文求助 並通報警銷來協詢 而苗栗則有一名民眾攀登 虎山下山時跌倒 疑似骨折 消防隊是入山協助送醫 大家合力將傷者固定在捲筒 式單架上 六名警銷人員 準備運送這名登山客下山 一位民眾二十號攀登苗栗 縣泰安鄉的虎山 反乘中不慎跌倒 造成頭部撕裂傷 又吸疑似骨折 消防局泰安分隊入山搜救 找到傷患 並且協助他返回登山口 在深夜送醫治療 無獨有偶 在南投一名理性登山客二十號精神 獨自攀登守城大山 與家屬上約在埔里會合 卻遲遲沒有出現 手機也關機失聯 家屬在臉書登山社團發文 期盼近期爬守城大山的山友幫忙 多留意 也趕緊通報警銷協徐 結果消防隊員發現理性登山客坐車 仍停放在登山口 二十一號清晨展開搜救 守城大山海拔約兩千四百二十公尺 一路徒長 爬升高 零像複雜聞名 消防隊表示 仍在建立搜救試聯登山客 截至目前為止未有所獲 接著蜜蜂彭安群 苗栗南投報導